各位 媒體朋友先生女士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民間司改會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要召開的是 關於中幕府司法改革國事會議 接下來即將進行的總結會議 民間司改會對於官方的總結會議有一些的訴求 那大家或許還不知道 那也或許知道 其實從國事會議召開到現在 已經將近七個多月 超過半年 那這個過程當中 有五個分組 五個分組陸續也開了 各自開了許多次的分組會議 做出了幾乎是上百個最後的決議 那對於民間團體而言 這些決議接下來要怎麼在原本原定官方規劃的 兩天的總結會議當中怎麼進行討論 有辦法進行討論嗎 還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這些決議 那在總結會議之後更重要的是 這些決議要怎麼落實 都會是我們接下來非常關心的焦點 那也是我們這一次記者會主要的訴求 那接下來我就先請 民間司改會董事長林永松律師來為我們說明 各位媒體小姐先生大家早安 我們在104年的下半年去遊說 當時候選總統的三位獲選人 希望他能夠召開全國性的這個司法改革的會議 那麼這個司法國式會議在蔡總統就任之後 在去年的10月開始展開 那分組會議在2月到5、6月之間大概陸續 5組的會議大家都開完了 那預計可能是6月底或者是7月可能會召開總結會議 那麼我們有幾個訴求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改革 不只是開會不只是決議 希望它能夠落實 我想這個是大家的期待 但是這裡面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總結會議聽說是兩天 原來預計是兩天 那這個總結會議我們期待在這之前 是不是能夠把所有的各組的會議 決議的清單能夠如列 那因為用語都是比較法律 那如果你要讓人民或者是各界了解大概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要白話的說明 那這個因為在總結會議裡面 會有所有的婚主的成員 那裡面有一半以上是會法律人 或者各界想要了解也比較清楚 這個有些用語很精簡 那或很法律那能夠白話是滿重要的 那我想也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說 那這些會議決議了 就是總結會議也通過了 然後呢誰來顧責 那有些決議是很清楚 是司法院或者是法務部 或者是兩個單位或者其他單位 可能要共同有關 那誰是主責單位 可能需要名列誰是主責單位 因為往後的落實能執行 這些事情都需要有一個主責單位 如果沒有主責單位 講一講又怎樣 但是這個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開會的一些規則 等一下其他我們的成員會說明 所以那個兩天要怎麼開 我們都會幫他等三好金 這兩天100多人然後議題 議案決議超過100項以上 那要怎麼開 不過不管怎麼開 現在我想要說的是 這一次的各組的決議蠻豐富 當然也許有不同意見 但通過的是蠻豐富 坦白說沒有可能在短時間內 所有的議案都落實是有困難 但是總是要陸陸續續來 落實是重要的 但是在這裡面我們特別強調 有一些議題雖然議題很豐富 有幾個議題恐怕總結會 是不是要再想一下 比如說美名參議審判 美名參議審判這件事情在 蔡總統就任的時候 或者都有提到很重要 那美名參議審判現在大概也不外 是參審或者是陪審 但是第四組的決議裡面 變成沒有共識 因為它有三個議案 一個就是參審也沒過 該過的比例 陪審也沒過 那第三案是說 參審陪審先試辦一下 先試行一下 那這個案也沒過 因為要分散 但是這個案如果在總結會裡面做個決定 那個決定不一定要 也許是參審也許是陪審 也許是說先做個事辦 試行一段時間再做最後決定 也是一個決定 那恐怕這件事情恐怕總結會 是不是應該做決定 那第二個我要補充的是 其實人民對於冤錯案其實是非常有感的 那這個事情當然在第一組裡面 對於刑案的 因為對於刑案的 在這個救濟能夠 能夠有一個特殊的一個制度 讓它能夠發動 因為目前的在神 這樣都很困難 但是如果我們目前其他組所通過的 要建立一個金字塔的施法 意思是說上述門檻越來越困難 那這樣施法才不會互惡過重 這是有道理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冤錯案的人性是會增高 是會增高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不只是刑事的 確定之後的在非常究竟 在神非常 那個民事行政的說法都需要 當然不是無謂的都可以從心來 而是還是要一定的審查機制 但是能夠再放寬 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我想為什麼人民對施法的埋怨 其實冤錯案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麼第三就是檢察官的制度 我們也很遺憾 有一個事情是沒有過 就是檢察官的專法 檢察官跟法官不一樣 檢察官很重要 但是檢察官的專法沒有 這個案沒過 我們覺得遺憾 我們希望總有一點都在想想看 是不是用什麼方式 因為法官跟檢察官不一樣都很重要 律師有律師法 法官有法 檢察官沒有一個專屬的法案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法官講官的直選是不一樣的 最後我要講的是怎麼落實 這個只是在說明說有一些案恐怕 是不是考慮看看 當然總結會決定之後怎麼落實 這裡面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各個單位 比如說司法院和法部 你針對每個議題可能會成立一個小組 他們的習慣會成立一個小組 那希望成立比如說今天要陪審 或者是說今天要軍事導化 那這個部分呢 可能對這個政策成立小組 或者即興變成一個法案 要修改法官評鑑 假設這樣 那這個部分可能是一個修法小組 希望他能夠邀集各界 不要只有官方裡面的人 能夠邀集各界的學者、律師 甚至會法律人能夠參與 讓這個制定如果又是回到官方 然後又很封閉那就很可惜 那這個部分呢 不只是說邀請的人 也希望他能夠有進度 那我想現在這個司法國事會議 為什麼需要召開 其實意味著不只是一個單位 能夠解決司法問題 也意味著需要通談的合作 跟追蹤這個進度 所以在我們有一個呼籲 因為蔡英文總統 他是這個司法國事會議的召集人 總結會議他會召開 他會召集 但是呢 我們希望這個總結會議之後 每年的司法節1月11號 都能夠面對人民去說明 現在司改總結會議之後的進度 的評論是什麼 進度如何 那因為這事情有些是蠻快的 有些是不會很快的 反正來說 那這個部分總是有些進展 人民就覺得喔司法國在進步 那這個部分除了表面的政策 命令的修改 或者法律的修改之外 有時候司法律出來以後 具體的實施到底人民感受到沒有 不能只看法律通過就好 法律沒有通過 那當然都是還是沒有 那通過了之後實施了如何 人民感受如何 人民感受到好 司法的信賴度就會增加 那這個部分也需要去了解 那麼我想一方面是希望各個主管機關 組織單位能夠邀請各界來 嚴明具體的 因為現在每個決議都很抽象 需要具體的策略 或者蓄體的修化 制定華麗等等 那這個部分希望它也有一個進度表 那整個的這個決議的進度表 希望總統能夠每年的1月11號 能夠面對司法結合的時候 面對人民說明整個司法國社會議的進度 那平常也能夠在這個網頁 總統的網頁 能夠說明各個單位現在的進度如何 坦白說 司法國社會議算成功一部分 成功一部分就是至少有決議 但是離成功還有點距離 為什麼 有決議如果沒有落實沒有用 落實了以後 人民的感受如何 是不是需要調整 這也非常重要 這大概是我以上的說明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民間司改會專職律師 黃英佳律師來為我們說明 我們期待總結會議在程序上面是怎麼樣子的召開 各位好 剛剛董事長已經有先說明說 我們希望官方可以在總結會議召開前 先把這些已經通過的分組會議決議做成一個清單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會議前先檢視一下 然後外界也可以看一下說 有沒有對這個請裡面的議題有沒有其他意見也可以先提出 然後一起討論 另外我們還希望官方 他在會議前他應該要先公佈會議規則 也就是總結會議要怎麼開的會議規則 還有會議的議程 那就是你兩天啊 你到底是要開兩個整天兩個半天 還是是怎麼樣的一個開法呢 議程要先出來 那我們可以外面可以先看 先討論這樣 那我們希望我們特別想要提的就是總結會議 他的表決方式 我們建議他應該採取可以讓委員統一票 反對票還有廢票的方式進行 而且我們希望他是一個採取記名投票的方式 這個記名投票呢 他就是可以讓在事後會議開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落實決議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說哪個委員他在這個議題 他是表示什麼樣的意見 然後讓委員可以對他曾經投下的票 負上负負責任 那另外就是我們希望說會議中他 他做出總結會議的話 如果對時之議題做出決議的話呢 他必須他的決議他行政上 他必須要注意他具體的可行性 也就是每個決議呢 我們建議他在決議的時候就可以列出 可能的主責單位 比如說這個決議應該是要有司法院還是法務部 或是甚至是衛福部等等的機關 他都可以在總結會議的決議中 還是把它列出來 出過的列出來 然後呢我們也希望他可以把每個決議 他具體要進行執行 他有幾個步驟呢 他這種短期、中期、長期 他必須要做什麼樣的事呢 而且以及說 反正就能長成的歌詞多久呢 是五年內嗎 五年內他應該要做什麼事 十年內應該要做什麼事呢 都應該要列出來 那之後我們在未來我們外界才可以簡直說 所以你的這個執行成效到的是好或是不好 那另外就是說我要特別提的是 其實在分組會議第四組他已經有曾經有決議說 官方要設置一個諮詢平台 作為社會跟政府或是政府部門之間可以持續溝通的管道 然後他的這個目的是為了要讓這個 慈改會議的決議他能夠在未來落實 那對此我們表示肯定 我們慈改慈改會議委員他們花了這麼多 這麼長的時間然後做了這麼多的研究 這麼深入的討論 未來一定要讓他能夠有 未來讓他能夠落實 那我們就認為說 在我們迎接總結會議的到來呢 除了事前他必須要做好準備之外呢 他讓總結會議能夠順利進行 也要預先能夠設想到未來決議他 落實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透過在總結會議前他仔細的盤點議題 然後在總結會議的時候呢 他仔細的討論 然後去設想未來的執行方法 並且最最後透過這個平台啊 繼續要繼續的監督決議 讓他可以對最後能夠落實 我們四百改革才能夠真的算是有成功這樣 謝謝 好 以我們之前的就是第一次的那個全國司法會議到現在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1999年那一次召開的全國司法會議 他影響了我們至少十年來的就是司法的一些決策 跟一些轉向 那這一次集結了這麼多人 包括許多非法律人的參與努力 以及包括法律專家的學者等等 大家討論出來的這些東西 我們也相信他會至少影響我們十年 未來十年二十年的整個司法的走向 所以現在就已經其實很早在會議一召開 包括人事的就是委員的人選議題等等 我們或許會有聽到一些暢衰的報導 就是這樣子的國事會議或是說這樣子的議題的討論什麼 是失敗的等等 但是就我們民間四改會的立場 我們不會在這個階段就斷言說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最後最後的成果 以及更重要的是他的落實的那個方向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請執行長高榮志律師 來為我們做一個總結的說明 大家好 我們今天開記者會主要四點訴求 第一個是希望他在三個禮拜 開總結會議三個禮拜之前 就一定要公佈這一個決議的清單 因為這個清單其實 林林總總大概也不下一百個議題 那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同盤式的整理 把它好像是一個工作清單也好 議題清單也好 至少讓大家知道我們這次開會的成果是什麼 那我們期待這個清單不只是非常艱困的法律文字 而是盡量讓一般的人民都能夠理解 他是可以很白話很親密的 那我們要求要在三個禮拜之前就要公佈 是希望在總結會議之前 能夠讓社會各界看看 這將近半年來開會的成果 具體成果大概是什麼 那我相信這些也會是總結會議 甚至於是將來十年很重要司法改革的一個大的藍圖 所以這一份的清單其實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我們呼籲要公告議程以及規則 因為總結會議到底要怎麼開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那至少就目前表定來看的話 下禮拜應該會召開籌備會議可能會決定 接下來總結會應該怎麼開 那他開會的方式以及他的規則 我們覺得應該都是很重要的 最後兩點的呼籲應該是大家最在意的 就是決議這麼多要怎麼落實 那決議這麼多誰來追蹤進度跟怎麼追蹤進度 落實決議才會讓這些開會是有效果的 所以要怎麼落實我們覺得譬如說 比較具體的來講你一定要有我們期待一定要有實成 沒有實成的話這個落實計畫可能是空的 那當然有誰來做也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有主責單位 那除了有主責單位之外 我們更期待這個國事會議的精神能夠延續下去 就是他能夠也是一個開放的政府審議式的方式 能夠盡量讓更多元的聲音都能夠進來 保持這種開放性跟可能性其實本身就是很重要 尤其是對向來被批評為是比較封閉的司法體系來講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最後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追蹤進度 我們要追蹤進度的方式可以採取如同第四組一樣 建立一個諮詢平台由總統來總召也是可以 或者是不一定透過會議的方式 其實只要繼續維護現在總統府上面公告的網站 你定期的更新進度其實就是一個很負責任的方式 那我們很具體的呼籲是我們希望總統在每一年的 1月11號的司法節都能夠 如果司法改革是蔡政府一個非常重要政策的話 那我們期待每一年的司法節應該都要有 這樣一個司法改革進度的談話 那我覺得這個是總統跟人民之間的約定 所以我們很具體的這樣的呼籲 希望1月11號都能夠讓全民了解說 這一年來政府又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出這樣的宣示的話 我們才會相信說政府確實不只是開會而已 而是確實是想要把這些司法改革議題具體的落實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注意它的進度 不斷的不斷的在追蹤 而且是非常有急迫性的要把這件事情來完成 以上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來到我們這邊記者會 最後也要再跟大家補充一點就是說 在整個國事會議召開結束 開始各單位各相關機關也開始著手計劃執行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建立一個評量的指標 各項的政策在短期中期長程 長期的這個落實的過程當中 我們用什麼樣的指標來檢驗說 到底我們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是不是有往前了 或是說等等這樣子的指標 我們認為是很重要的 也希望能夠在這一次的司法國事會議當中 或是說之後再討論如何執行的時候 要去放入這整個計劃當中 它才能夠成為下一次 當我們還要再來檢討 我們整個司法國事會議及落實的成果的時候 我們才有個客觀的標準可以檢驗 而不是大家走在路上感覺上好像不醒來 感覺上好像怎麼樣 我們需要有 因為我們這一次國事會議在一開始召開的時候 我們的訴求就是立基於證據的討論 我們現在司法怎麼樣 我們到有數據要有證據 各國的立法令等等 那這一次很豐富的資料都出來 好那在結束之後執行的時候 也必須要有客觀的指標科學的來檢驗我們這一次的成果 我再補充一下 民國83年 民國83年 世改會開始籌備的同時 就是當時候的司法院長 志祺陽先生 召開司法改革委員會 那他的決議呢 三大的其實內容也滿豐富 坦白講內容滿豐富 可是就沒有執行 簡單講就是沒有執行 那麼後來在1999年的全國世改會議 那一次的會議決議也滿豐富的 雖然有些不足 但是還是滿豐富的 但是坦白說 推動比較明顯的兩個結果 大概可以說是刑事訴訟的交互結論 跟法律補助制度 那除此之外很多還滿重要的一直沒有過 原因是什麼 各單位互相備格 或者有一些有反動勢力的反彈 那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就是說 難免改革一定有一些反動的勢力 坦白講有權力的會被剝奪 就是不合理的記者的權力會被剝奪 這是坦白講一定會的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在這個時候就是虛 或者單位之間的一個權力的互相衝突 很爭權 那在這個時候就是 你作為一個執政者 你怎麼樣去協調 總統有協調的義務 所以那個平台是協調的 很可惜當時候1999年 1996年的時候 應該1997年的時候 我們游水里里東方總統的時候 李東方總統沒有答應 要答應整個這個勢改革召集人 他其實沒有答應 他開會也沒有去 他沒有去 但是這次蔡英文 他答應當主任召集人 她答應推動 好 那這個時候就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要協調 他不用第一線 當然不會是他 但是他需要協調 那他如果能夠協調 進度就會進步 我想這個協調是滿重要的 但是我們要話說回來 1999年的時候 全國施改會議 這兩個比較有明顯的效果的一個 行事交互結婚跟法律屋住制度 也是實施了一段時間 交互結婚從2003年開始 然後這個法律屋住從2004年開始 都超過10年 其實人民感受一定有進步 但是是不是有些其實是沒有 有些地方還是沒有落實得很好 人民感受到說 寶物是不是有點官僚啊 行事交互結婚制度 有些地區根本沒有落實 類似這個東西 司法改革是不斷的檢討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講說 那個評量那個落實是很重要的 我想回溯這個整個司法改革的會議 其實良多啦 可能多主政的都說要 不管是司法院長或總統 或想要司法改革 也決議讓這次學校更更豐富了 但以前決議也不認輸他不豐富 那重要豐富之餘還是要落實 落實的結果如何還要再做評量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記者會的內容 不知道現場有沒有朋友要發問 好 那記者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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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